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暂停发言 我们随即关掉您的麦克风 好 今天公民提问马上开始第二阶段 副总统给问马公民联署提问 第一题 请看 公民提问一 医疗与社福议题 请问候选人90年代开始的反除剂运动 历经五年 立法院才通过儿童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 我们主张立法院每年局部改选四分之一 让新民意定期汇入立法院 请问您同意吗 依照抽签的顺序 这一题先行回答的是徐新颖女士 时间两分钟 好 这个提案本身的精神内涵 主要是来自于他们觉得 现在立法院这个审议法案的速度太慢 所以希望能够把立法委员分成四组 那这个每年来局部局部的改选 那我对于这一个提案的精神内涵跟方向 我是认同的 但是整个的立法院所有的立委任期四年 我们要把它分成四组还是两组 这个涉及这个修宪的议题 我想我们可以在未来新的国会 这个来做详细的讨论 那我也蛮建议的 就是这个仿照美国对于立法委员任期 分成两组互相交叠两年改选一半的方式 那这样子可以最主要 要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这个戒期不连续 现在很多的法案像这个第八届的立法院 那如果一个法案审到一半 那这个明年又是新的第九届的时候 戒期不连续全部要从头开始 一读然后复委委委员会审查二读三读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戒期不连续的情况 我们未来可以朝这个方向 我本身是认同的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 其实议事的效率不只是制度 更重要的是人 如果在立法院有很好的制度 但是政党的对立 政党的恶斗 做贼的喊抓贼 那这个才是真正拖垮立法院 这个议事效率的根源 所以我们呼吁大家 我们一定要让真正能够为民众立好法 修二法的立法委员进到立法院 刷新国会 让国会有新气象 接下来我们请王如雪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90年代的反除剧的运动 我也曾经参与推动 那个时候我才刚成为一位律师 那个时代还有父母会 贩卖小孩 还有黑道的介入 所以推动的过程当中 参与保护工作的朋友们 其实都必须活在黑道的 暴力威胁的阴影之下 不过现在这个儿童 及少年性教育防治条例 其实已经在国民党立委 王玉明的主题案之下 跟名叫做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这是阴影时代改变 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正 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 是特别加入要在学校 有儿童性剥削的教育课程 或者教育宣导 我很高兴 这也是参考当初 我们在制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时候的立法模式 这是我的构想 也因此成为校园推动 性别平等里面的 重要的一个十足 一路走来 从过往的妇女运动 到后来担任老委会主委的任内 我曾经推动过非常多的法案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跟大家一样 我都觉得立法院的立法的效率 其实有很大改进的一个空间 我记得我们当年在推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家庭暴力防治法 跟性别工作平等法的时候 我们多么期待 有多少人在等法案通过 要得到救援 但是立法的速度 的确某种程度太慢了 我想我们的确是应该要加紧速度 因为法律修正之后 就可以改变他的一生 所以我赞成要改进立法院的议事效率 我也支持透过机制 让立法院能够更贴近民意 但是如果每年选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社会成本 不管是彼此之间的撕裂 或者人力物力 我都觉得可能大多数的民众 不一定会支持每年都来改选 但是如果两年或四年 也许是可以考虑的 那这个部分呢 要在社会有高度共识之下呢 那么由全民来做最后的决定 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处理模式 接下来我们请陈静仁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国会是民意的最前线 但是国民党长期占大多数的立法院 却成了改革的绊脚石 不但没有积极改推动改革法案 问证品质也不佳 讨论法案时也草草了事 难怪在网路上会票选出这样的一个题目 但是我们都知道 每年局部改选四分之一的立法委员 牵涉到修宪的层次 困难度稍高 不过我们民进党 一向欢迎多元的意见 能够纳入未来修宪的讨论 例如民进党就主张 降低政党分配不分区席次的得票门槛 从5%到3% 借此让社会的各界的多元代表性 得以进入国会 但是即使在现行的体制下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希望能够来加强意识的效率 这一届我们的不分区立委名单 就有好几位是社会福利领域的专家 包括了吴玉琴 王荣章 陈曼丽等 而且地区的委员获选人 包括了吴思瑶 苏巧慧 郑运鹏 张廖万坚 也都是民进党对于儿哨福利 很重视的这些委员 未来我们团队一定会在立法院 对于儿童青年权力的保障 提供最好的帮助 这也代表民进党 是让各种不同的族群 能够进入到新的国会 在国会当中能够来反映新的民意 让国家的改革可以推动得更好 推动得更符合理想 所以即使局部改选的部分 没有办法解决 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这个政党 能不能够提出最好的人选 然后不只先离该政党 向民进党推出来的部分区立委 就有很多不是民进党的 明年1月16号以后 请大家一起让国会政党轮替 以打造新国会 新政治 新台湾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题 公民联署听问 请看 公民提问二 外交议题 请问候选人 非洲将出现一个新国家 东非联邦 是世界第16大国 请问对于东非联邦 您是否有具体的外交计划 请问我国的软实力 要如何展现在国际外交上头 这个题目 我们先请王如雪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目前我们外交部队 东非联邦 一直持续关注 这五个国家虽然有意朝这样的方向来推动 可是相关的体制还没有形成共识 不过这个问题让我回想到 我在老委会组委任内所推动的一个外交的计划 我国有非常强的外交实力 不只是农耕队 医疗队 我们还有职讯外交 我去过我们的邦交国布吉纳法所两次 有两个例子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个 我第一次去提供一个职讯中心的建立 当地的媒体做了大幅的报道 晚上我回到我的饭店的时候 饭店的服务生跑来跟我讲 非常感谢中华民国给我们钓杆 而不是只有给我们鱼 第二个例子 非洲一盏灯的计划 我到布吉纳法所去的时候 从机场到饭店沿路两排电灯 我非常讶异看到电灯下面 围着一群小孩子在那边看书 因为他们的电力供应非常的不稳定 所以根本没有灯可以念书 所以后来我结合了政府跟民间的资源 帮他们设了非洲一盏灯 利用非洲的太阳能 小孩子每天必须到学校来上课 八小时才能够充电充饱 然后他可以带回家去使用 结果当地的人跟我讲说 这一盏灯点亮的 不只是他们的夜晚 而是他们的未来 因为小孩子要念书 他才有办法能够充电 然后才有办法带回家用 所以一定要念书 念书是翻成一个家庭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再也不是民进党过去执政时候的 凯子外交 风火外交的时代 我们给出去的钱 不会进到政客的口袋 反而造成当地人的反感 我们帮助了这个国家 我们帮助了这个国家的人民 尤其是他的小孩 翻转他的家庭 我们用软实力 拓展了我们的外交 这件事情 我过去再做 未来 我一样会做 这才是真正的外交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请陈建仁先生回答 时间 两分钟 创造一个稳定而友善的国际环境 是不分难律 超越政治的全民共识 也是未来民进党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因此 我们绝对不会放弃 与任何的国家或组织 建立友好关系的机会 我们知道 东非联邦尚未正式形成一个国家 目前仍是一个区域性的组织 未来也可能遭有不同的遭遇 尤其是当地的人民 仍然处在战乱当中 很需要国际的援助 我们会密切注意 这一个组织的最新发展 蔡主席和我 已经多次强调 民进党政府会推动一个 新时代的外交 充分发挥台湾在医疗卫生 人道救援 精致农业 技职教育 科技合作和经贸投资等 软实力的优势 透过台湾的NGO 青年参与 以及地方政府对城市外交的推动 我们会以务实参与为原则 发展台湾的国际关系 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我当年担任卫生署署长 负责防SARS的工作 就以公开 透明及时的方式 与世界各国 分享SARS的疫情 并且跟美国 加拿大 欧盟 日本 新加坡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进行了密切的防疫经验交流 台湾的防疫成绩 给世界各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促成了台湾能被邀请 以观察员的身份 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这就是软实力的例子 另外 我在国科会主委任内 也与欧盟各国 美洲亚太等地的研究资助机构 签订了数十项的科技合作协议 推动了数百项的合作研究计划 强化了科技人员的互访交流 我们在科技合作上 也有深厚的软实力 蔡主席和我都有丰富的经验 来领导台湾 推动国际参与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 徐欣宜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在软实力 展现在国际卫教上 以我个人的经验 今年六月 我到缅甸去 参加缅甸文化音乐节 与诺贝尔和平奖 翁山淑姬女士碰面 我们一起在缅甸的音乐节 互相的交流 那这个也是我们台湾 所有政党当中 唯一这个党魁 与翁山淑姬女士碰面 那我们的整个的软实力 如何展现在外交上呢 我想台湾除了音乐 艺术文化之外 我们还有台湾的美食 可以点食成精 我们的宗教 很多的人道的助援 宗教的交流 以及我们的医疗团 还有我们的农耕技术 都是非常好 可以让我们台湾 做最好的软实力外交 但是我在这里呢 也要特别的讲 外交不能够只注重在 邦交国数目是否增加 更重要的是台湾的经济利益 外交其实是经贸的延伸 我们历经了两大党 轮流执政之后 台湾人薪资倒退15年 台湾经济萧条 就是因为我们外交工作 对于这个经贸方面 做得不够好 所以我们主张 所有的外管 必须要协助中小企业 收集商情 评估国际市场 建立国际通路 我们台湾有最好的经验 我们应该由政府 扶植我们的企业 到世界各国去 打世界杯 我们要去赚世界人的钱 所以复制台湾科学园区的经验 从带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 以及各领域的产业 那至于东非联邦 我们可以依据他所需要的产业 我们也可以来拓展 我们整个的经贸外交 好的 副总统给问骂 公民联署提问 第三题 请看 公民提问三 一文一题 请问候选人 从文化部补助立委事件 不难看出文化部已经沦为 明代选民服务的提款机 文创扶植措施更是怨声载道 请问您是否赞同国家采行 改良式办总统制 让经过高度民意检验下的文化部长 来主导国家文化发展 这个问题 我们先请陈建仁先生先行回答 时间两分钟 过去七年多来 文化部的确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国民党的文化施政 依旧停留在由上而下的治理模式 文化部门也经常沦为政治的化妆师 文化资源的分配 更有让很多人诟病的政治考量 因此不断发生像梦想家活动等等 滥用文化资源 政治介入文化的乱象 实在让国人痛心 政治可能有蓝绿 但是文化不应该有颜色 民进党执政会让专业归专业 文化归文化 政治归政治 一定会让文化施政能够真正回应民意 符合期待 蔡主席和我若当选 我们会要求文化部必须与厂观学各界 充分沟通与密切的合作 文化部长必须定期跟不同领域的 艺文工作者交换意见 临经他们的建议和需要 这方面的努力也会予以制度化 我们会落实行政中立跟责任政治 文化预算不可以像现在一样 变成一党之师的政治仇庸工具 也不可以腐烂编列预算 浩大喜功 我们认为文化是促进国家进步的关键 也是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 因此我们强调文化施政是政府的核心工作 绝对不是装饰品 民进党已经发表了完整的文化政策 包括订定文化基本法 确保文化的多样性 支持创新的表现形式 应用数位科技等新媒介 并且善用文化软实力 重返国际社会等等 所以我们要将台湾有特色的文化和国际接轨 用文化外交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认识台湾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请徐欣宇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我们从这个问题看到 如果因为文化部补助立委事件 所以要改变文化部长的任命方式 那我们请问这么多个部会 其他部长该怎么办 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的逻辑思考 下错了要方 我们看到世界各国 即便是总统制或是内阁制 它的只要能够用人为才 有好的国家对于扶植文化影视产业的好的政策 那都可以好好地发展 该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或文化影视产业 像韩国的釜山 它原本只是一个海港城 但是在国家整体的扶植之下 它现在打造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电影城 而且是世界全球第五大重要的世界影展的地方 那我们对于韩国的这个大长津 江南大书 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 这就是因为政府的整个的扶植 政府的作为 所以台湾不缺政策 我再次的重申 国民党民进党都执政过 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哪 我们的文化影视产业在哪 没有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 台湾需要的是一个好的领导 有一个好的领导 才能够为人才适用 我们能够有好的人才文化部长 加上国家大政策 那也可以让我们台湾整个的文化来走出去 那当然我们台湾的这个文化呢 我们要再加强 不管是国家意识 伦理道德文化等等 都要再加强 接下来我们请王如雪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根据我的了解针对这个事件 文化部有公布立委协助民间团体 向文化部申请补助经费的统计数字 这个数字分别是执政党47位 在野党35位 执政党在野党立法委员 协助人民申请补助的比例 因为执政党委员人数比较多 其实是相当的 可见这件事情不是单一政党的问题 它其实牵扯到立委的职权跟相关部门互动的结构性的问题 关键是政府部门有没有建立一套统一的补助标准 而且能够确实的按照这个标准来审查 只要标准一致而且过程公开透明 可以接受民众的检验 让需要的团体做更多的事情都能够受到补助 那么其实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所以有些立委基于民意代表的职责 来协助需要的民间团体申请 我并不反对 但是如果是对行政机关予取予求 这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立委的职权是监督政府 如果把监督政府的职权拿来申请经费 一旦不但迫害了立法跟行政之间的监督 而且会使得政府资源没有办法 花在应该花的地方做最大的使用 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文化部门有这样的状况 其他的部门在不同的立法院的委员会 都可能面临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的格局应该要再拉高 除了检视文化部以外 所有的补助办法都应该比照 我刚刚所说的建立一套统一 而且公开透明的标准 来接受整个民意的检验 至于部会的首长要不要接受民意的检验 我认为当然是 一个远离民意的部会首长 不可能会做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政策 关于这一点 我想我跟我们提问的公民团体的意见 应该是一致的 我在担任主委的时候 常常有非常多的民间团体来跟我反映意见 然后媒体监督立委监督 我都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 拥有权利者应该要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好的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四题公民联署提问 请看 这个问题我们先请徐新颖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首先我表达我认同所有公职人员 不应退职退休而免除其保证责任 但是为什么台湾现在会有这样子 一再追加预算而且功成延荡的情况 而且这个情况也不是只有交通建设 各项都如此 那这个一样出在领导 过去宋楚瑜主席担任省长的时候 全台湾12条东西向快速道路 以及南北向的省道 整个的工程毫无延宕 如期完工 所以问题出在哪里 如何改善 问题出在领导 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优秀的领导人 有执行力 我再次的说明台湾缺的不是政策 缺的是好的领导 以及真正落实的执行力 我们在过去20年 选过了5次的总统 哪一次不是政策排比书 讲得洋洋洒洒 但是走到今天 我们公民提问这么多提下来 大家都在在的显示 对于我们的这个目前政府的施政 各方面的情况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我们应该是人先活了起来 选对人再来把事情做好 所以要如何改善 我们要效法企业的精神 郭台铭董事长说 时间效益成本 他对他的幕僚 他对他的部署 永远时间效益成本 所以我们应该要监督追踪 未来呢 我们对于所有的这个工程 我们事前详细评估 审慎确实还有控管落实 那请大家相信宋楚瑜 徐欣盈 谢谢 接下来请王如雪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的确 如这个提问所述的状况 屡见不鲜 若是合理的追加预算 展颜公旗 我想人民不会不谅解 人民不能忍受的是 因为事先的人为规划不脏 导致公旗延后的状况 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 为他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任 那最近就要市营运的故宫南院 来做例子 故宫南院总共举办了 三次的动工典礼 第一次2003年 第二次2005年 这两次动工 一次在总统大选之前 一次在嘉义县市首长选举之前 这样的时间点巧合 很难令人不多做联想 最离谱的是 前面两次的动工都是假的 因为那个时候 故宫南院的预算设计 根本就还没有完成 因为这样 故宫南院直到2007年 才正式动工 但是因为这些弊案跟纷扰 困扰了整个工程 没有办法能够正式开始 完工日期呢 就从2008一言再言 直到今年才完工 这些弊案 虽然后来法院认定无罪 但是它造成工程的延淡 还有造成民众期望的落空 这些社会的成本 主其逝者 其实还是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因此我认为 所有公职人员 不能够因为退职退休 而免除他应该负的保证责任 责任是终身的 我觉得在制度的建构 应该建立一套 可以确实追责 确实求偿的一个制度 让所有的公务员 在行使国家权力的时候 在动用国家资源的时候 面对跟人民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都能够以民为本 以民为主 在其任也不能拖拖拉拉 只要不在我任内出事就好了 这种消极的推脱的态度 事实上对台湾 整个民主法治的进展 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会认为 前面种下的因 后面当然必须要负责 我相信我们人民 也没有办法接受 说一出事我退休 就没有我的事 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接下来我们请陈静仁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民众对交通等重大公共工程 常有效能不佳等负面印象 有部分是因为遭遇了 环境上不易克服的难题 有部分是相关制度不过完善 但是说实在话 大部分都是因为 领导者执行力不足所致 在执行力的部分 民进党执政的期间 完成了北二高雪山隧道工程 原山子分红道 十二条东西向道路等多项工程 没有公旗一再延荡的问题 至于在经费的部分 像中二高的预算 原编列五千亿 只用了两千四百亿 基隆河整治的预算 原编列一千五百亿 只用了三百二十亿 桃园大唐电厂预算 原编列四千亿 只用了一千亿 不仅没有大量追加预算 而且施工品质良好 这其实是很多公务员 他们群策群力的成果展现 缓冠 我们来看 新北市的三环三线 到现在为止遥遥无奇 新北市本来说要提供 十八万四千户 青年住宅和出租的国宅 但是在第一任市长的任内 也只完成了十一户 至于机场决印 原定在2010年完工 马政府却一而再 再而三的延宕 到现在为止 还无法通车 同样是公务员 很奇怪 在绿色执政的时候 工程效率高 又能够省钱 但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工程延宕又浪费钱 我想执政等的决心和领导力 是工程能够如期完成的 最重要的关键 当然我也同意 所有的工职人员 不应该退职退休 而免除其保证的责任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所有的基层公务员 他们都是尽心尽力 努力在做他的工作 我们应该鼓励他们 最重要的还是执行力 还是领导者的能力 谢谢大家 好的 副总统给问吗 全民联署提问 第五题 请看 公民提问五 国防议题 请问候选人 台湾国防外交政策经济等重大问题 该由谁来定夺 谁可以决定台湾的未来 您同意依据我国通过的联合国两公约 让2300万台湾人民行使公民自决权吗 接下来这个问题 我们先请王如雪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昨天是新线纪念日 国民党一直以来都用最大的努力 来维护我们宪法的尊严 依照中华民国宪法 以及征修条文的规定 台湾的未来 当然要由全台湾 2300万人来决定 其他任何人都不应该插手 这是国民党的立场 也是我的立场 从未动摇 未来也不会改变 非常欢迎蔡主席加入这个立场 也希望蔡主席未来不会动摇 未来如果朱立伦主席跟我搭档 总统副总统当选 台湾的国防外交 政策经济等重大问题 我们会根据宪法赋予总统的职权 来做相关的决策 依照宪法 国防外交的决策权 是总统的职权 但是改变现状 不是任何人能够决定的 必须要由全民来决定 这件事情真正的核心问题是 我们的人民对我们的代议事 为什么会某种程度没有信心 我想原因是因为台湾人民对国会里 不同政党的互相杯葛感到厌恶 也对于国会内不透明的协商 感到不能接受 所以国会改革 是我们国民党这次选举当中 相当重要的证件 要透明协商 要增进议事的效率 为了落实这个目标 我们更要求所有的国民党 提名的立委候选人 都要连署支持国会改革 目的就是为了要建立制度 重建人民对代议政治的信任 让立法员能够更反映民意 让走上街头 不会成为人民唯一的选择 当然 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捍卫自己权力的状况 大家对政治不再能感 愿意去接触 去了解 我这个觉得 对台湾的社会的发展来讲 也是一件好事 我也相当乐见 台湾社会的发展方向 接下来我们请陈建仁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公民自决权 本来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 全台湾2300万人民 都应该拥有自主权 自决权 这是理所当然的 经过人民长期的共同努力 台湾现在已经是民主国家 可以选租行政所长 以及国会的代表 但是遇到有争议 或者涉及人民重大权力的变革时 代议政治是可能尤其不足 因此公投法就是弥补代议制度 不足的一种救济 然而 在国民党长期占大多数的国会 过去阻挡了上百次的公投法的提案 现在好不容易通过了公民投票法 但是其所规范的联署门槛 和通过的门槛都太高了 甚至还设置了违宪的公投审议委员会 可以随意否决 民众经由一张张联署书 所提出来的公民投票案 导致我们的公民投票法 被称为鸟龙公投法 因此我们在实践公民自决的过程当中 确确实实未来还有努力的空间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呼应了社会的期待 在今年4月经过一番努力以后 在委员会通过了初审的修法版本 内容包括了公投提案门槛降为万分之一 联署门槛降为四分之一 投票通过门槛改为简单多数决 并且删除了违宪的公投审议委员会 所以明年2月新国会诞生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民进党还有更所有的改革的力量 能够结合起来 让我们进步大联盟 大家一起来努力来推动这个法案 让我们未来的公投法能够更符合人民的需要 让人民更能够来行使他的自觉权 谢谢大家 请徐欣宇女士回答时间两分钟 今天为什么公民提问会问这个问题 重大的问题由谁来定夺 那当然有些人会回答总统来定夺 有些人会回答全民来定夺 谁可以决定台湾的未来 我想大家都会回答 我们全民决定 但是总统也是全民选出来的 那赋予他权利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又再次的显示出 我们的民众对于领导者的不信任 我们的民众觉得很多事情 我们就是要诉诸这个全民自觉 那为什么会有代义制度 就是希望不要浪费社会成本 所以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很多重大的议题台湾的未来 我认为就是由全民一起决定 那有关公民自觉 权需要有相关的立法 那这个部分 未来的新国会可以积极去做 那谈到联合国两公约 我们就要来谈人权 现在台湾有几项争议 陆配六改四 在立法院是谁在党 还有我们都说要栽培照顾新台湾之子 可是却漠视新台湾之子 他母亲的人权 我们全民都有公民参政权 可是因为工作的因素 没有办法返乡投票 所以有关不在籍投票的立法 是谁在党 我想陈副院长您应该好好地去了解 过去两大政长执政 住者有其屋 住的权利也是基本人权 我们台湾从来还没有住宅政策 新加坡 韩国 各国都已经实施 十几年所以大家都住者有其屋 请大家相信宋楚瑜 徐欣盈 谢谢 最后一题也就是第六题公民联署提问 请看 公民提问六 内政议题 请问候选人您是否同意要求立委因为专职 不论直接或间接均不得再有经营 投资兼职行为 如果连续三个月出席率未达三分之二者 其职权自动终止 以要求立委全心专注于意识呢 这个题目我们先请陈建仁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我一直认为 而且也一直相信 政治应该是服务的事业 而不是盈利的事业 不管是立委 公职或是政党 都应该有这样的自我认知和标准 所以我们民进党 当然相当赞成立法委员应该装职化 在2007年推动单一选区改革之后 立法委员即使没有兼职 如果要满足选民的服务案件 以及立法院法案跟预算案的审查 已经都瞒不过来了 所以民进党在所提出的国会改革主张当中 立委专职化便是最主要的环节 要落实利益冲突回避的精神 主要就在于修正立委 立法委员行为法内容 包括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 或盈利事业之职务 具有专门执照者如律师会计师 与任其中不得执行职务 为了让国会议员有更足够的资讯 进行监督和问证 民进党也主张立法院应该能够提供 专业协助加强立法院幕僚机构的职合量 特别是强化法治局和预算中心的功能 这样当然才能够提升立法院的问证品质 才能够对行政部门有所监督制衡 以往民进党立委审查法案都十分用心 国民党却在国会有许多法案 无法落实而成为绊脚石 有许多草案匆匆审查就了事了 像半分钟事件就因此而引花了太阳花的学运 这显示了立委如果不专心工作 就无法很公正的主持委员会的议事讨论 因此也造成了国会的失能 所以我们觉得立委是应该要有专职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请徐欣宇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我是现任的立法委员 回答这个问题 我就把过去我从政十几年来的历程 跟大家来报告 我原本还没有从政之前 我是专业的测量技师 我在大学任教 我从当选新竹县议会的县议员开始 我就放弃我的这个技师的职业 同时大学的任教我也停止 我全心全意的问证与服务 为了能够做好我们的选民服务 我还常常要自套腰包 能够来这个聘请更多更优质的助理 我担任立法委员 当然还是持续如此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现在113席立委当中 每位立委负担的选民数 大概是25到35万 我是新竹县选区的立法委员 我一个人负担54万的选民数 但是我仍然秉持 我专职全心全意问证 很多人笑我傻 说你太傻了 我说这是我对选民的承诺 有一本书叫《从A到A家》 那个是全球所有大企业 CEO他们的共识 就是也是他们的经验 就是选对人在决定做什么事 今天不管立法院 或者是各级议会的制度如何 即便没有规定 我还是负起我对选民应有的承诺与责任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王如雪女士回答 时间两分钟 立法委员确实应该是专职 而且不论直接或间接 都不应该再有经营投资兼职的行为 就我所知有一些立委 光是一年的房地产的买卖 就将近一百笔 我觉得政治人物从事公职期间 大量买卖土地 即便中间没有不法 也都是不恰当的 而出席率 当然应该要列入立法委员 是否适任的重要指标 不只出席率 根据我个人在担任劳会 组委期间的经验 我觉得发现有时候有一些立委 他其实签完名 他就跑到他的地方去跑行程 所以签到之后 整个委员会里面 现场其实是没有几个委员在的 那这个也造成了 我们的立法委员 没有办法能够专业深入 所以我觉得不是只有出席率 还包括全程参与整个法案的部分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专业的实质审查 跟监督的能力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好不容易选上 一定要好好为民喉舌 为民来监督我们的政府 所以我主张只有重视出席率 是不够的 因为出席率的计算只看牵到 有没有全程参与会议的讨论 制度的设计 都应该在评估的范围之内 我们的国会应该要走向专业化 委员会问证的过程应该要更透明 把所有立法委员的表现摊在阳光下 来接受人民的检验 国会专业透明 是朱立伦主席跟我都希望推动的目标 所以建立指标 要求立委要达到专业跟透明的改革方向 这会是我们在这次选举当中 最大努力的目标 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知道 所有的法案都攸关民众的权益 法案没有办法过 不只是在场的行政官员 跟立法院里面所有的职员在那边空转空耗 更重要的是人民的权益会因此而受损 人民的权益是一天都不能等的 第二个阶段 副总统给问嘛 公民联署提问 我们已经结束了 当然我们希望借用这样崭新的方式 能够更贴近民众 知的权利 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在第三阶段 我们将进行更精彩的交叉解问 我们待会回来